我们都听过这么一句话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但是在古代可不这样认为,在清朝时期就有一些职业被规划为下九流之列,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世的变迁。 这些,曾在人们眼中极为不齿的职业,却成为了人们眼中的香菠菠。第一种职业,清朝的剃头匠,清朝时期男性的发型都是一样的,前面剃成光头后面,留一条长长的辫子,但是毛发生长是从不停歇的,所以间隔很小一段时间,这些男士们,就要前去找人剃头,由于当时他们并不追求什么标亲利益, 所以当时的剃头将门槛很低,只要将前面的毛发剃为光头即可。但是如今呢,有专门的发廊以及发型设计师,专门给人们打造独特的发型,席简吹更是家常便饭,当然收入水平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 第二种职业,清朝的鼓吹手,在清朝这些人是主要出现在昏丧之时,现在虽然也有但大多都是出场费高昂,而且音乐乐器沾边的更是成为了众人追捧学习的对象,一个个小孩几岁之时就被送到琴行被炼钢琴,以期成为下一个钢琴王子或公主。 第三种职业,清朝的乞丐。乞丐一直都是弱势群体,使人一想起就是可怜象。但是如今乞丐却发展为一门高收益的职业,他们在人前装了一副可怜象,在人后则是副的流油。 第四种职业,清朝的戏子。清朝时甚至之前唱戏一直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职业。虽然他们要经过刻苦的基本功训练,但是依旧不为人理解,其实当时的唱戏与现在的明星差不多。 只不过如今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早已翻身浓膜做主人了。工资最为高昂,名声最为响亮。小编觉得无论哪个时期无论哪种职业,只要你真心热爱用心去做那么这就是最好的职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